很多學生考完試放暑假了 就會到處去玩 那如果是要去放風箏 要多加留意 不要害別人受傷 榆林縣一名王姓男子 今天騎車經過斗六市的人文公園旁的巷子 突然被一條橫過馬路的風箏線勒住脖子 留下了長達20公分的傷痕 王姓男子到醫院接受治療 連醫生都覺得他被勒傷的過程實在很誇張 王姓男子也是魚氣有存的說 人文公園常常有人放風箏 希望不會再有受害者